我們現在要跟各位講的東西叫做平衡 平衡,這邊有個輸出跟輸入 他的講的觀念就跟你們當初在理化課本教的可逆反應的平衡是一樣的 請你回想,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正反應速率等於逆反應速率 這也是一樣,如果輸出跟輸入的速率一樣要達到平衡 那可能也不平衡 假如我現在是輸入多,沉積多,輕時少 那就會越沉積越多,那我就會怎樣? 長出海埔新生地,海岸線會朝海洋前進 那假如我現在是輸出多,輕時多,沉積少 他就一直被挖走 海岸線就會退縮,朝陸地方向前進 假如輸出跟輸入差不多 叫做可逆反應感到平衡 女化老師有教外觀上看不出任何改變 內部還在繼續進行,叫做動態的平衡 所以就感覺不進也不退,差不多 這些話都不重要 為什麼不重要? 因為如果你已經知道輸入多,輸出少 你就知道要長海埔新生地 如果你已經知道輸出多,輸入少 你就自然知道要挖走,海岸線要退縮 所以這件事情直接反應就會想得 所以它並不重要 那什麼重要?你做了什麼事,會有這個後果 當委會有舉例 因為我做了這件事,所以使輸入大於輸出 所以就怎樣怎樣怎樣 因為我做了這件事,所以就使輸出大於輸入 所以就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重點是你做了什麼事情,會有什麼後果 這個才是我們要學會的重點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河道的平衡 好,一個差不多 我現在在一個差不多平衡的河道上 如果我挖了一個洞 挖了一個洞之後 河水為了想要到這個洞 可以補起來 它就要從上游搬更多的石頭下來 所以就會使得上游的輕蝕會增加 所以就會造成上游的橋墩會裸露 像這樣 上面再一根一根的是基裝 在蓋橋的時候先打基裝插到河床裡 然後在上面再墊一個橋墩 立一個橋柱 最後鋪一個橋面就蓋完了 現在因為輕蝕增加了 這個一根一根的都露出來了 這個橋還會穩嗎 不會 就容易倒塌 高坪倒橋 大橋倒掉倒塌 就發生了危險 這又是因為到下游倒採沙池的關係 好 我們台灣西部的主要橋啊 幾乎都長成這個德性 原因 倒採沙池 倒採沙池 滑雪洞 所以我們國中程度所學的 只有對上游的影響 沒有對下游的影響 所以考試就畫一張圖 問說我在這裡採沙池 請問你對哪一座橋有影響 上游 上游那座橋有影響 好 那為什麼我這邊挖一個洞 倒採沙池挖一個洞 然後我們的輕蝕就會變多 我的國語叫做 挖了一個洞之後 河水為了想要把洞補起來 所以要從上游搬更多的石頭下來 把它補起來 所以上游輕蝕會增加 比較有學問的解釋是 當我去挖了一個洞之後 我就使得輕蝕基準面下降 基準面以上發生什麼活動作 輕蝕嘛 所以基準面下降 上面的輕蝕會增加 這是比較有學問的解釋 隨便你怎麼解釋 反正我們學會的就叫做 我在這裡挖洞 對哪一座橋有影響 上游 對上游的橋會有影響 然後就把它挑出來 好 橋蹲我落 容易倒塌 接下來就是剛剛已經講過了 你做了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後果 我在河道上 蓋一個藍沙壩 蓋一個水庫 藍沙壩一蓋起來 沙子被擋住 沙子就去不了出海口 所以出海口的成績就會怎樣 減少 成績減少等於輕蝕會增加 就挖挖 把他挖掉了 把他挖走 他就會退縮 他就會退縮 所以我做了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結果 因為我蓋了水庫 因為我蓋了藍沙壩 所以使得海岸線的輕蝕增加 使得海岸線朝陸地退縮 我剛剛講過了 你的學習的重點 剛剛我們這個題目 以前學生是考過的 學生是這樣考的 他畫一個圖 右邊是大海 左邊是陸地 畫兩條線 一條比較左邊是舊海岸線 一條比較右邊是新海岸線 他就問你 我做了什麼事情 你看到他長了海埔新生地 你成績變多了 看選項裡 哪一個選項會使得成績變多 有條內 所以我跟你講說 我們的重點是要學會 你做了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後果 那是我們學會的重點 我們講了一個河道的平衡 對上游橋樑有影響 我們講了一個海岸線的平衡 做了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後果 這就是你所要學會的重點 OK嗎 OK